保持对生活的爱与热忱 每天都活得热气腾腾 人间烟火 温暖你我 老者的女儿已经来到了工地里 建筑师傅们已经热火朝天的忙碌起来了 他们家虽然是个二层楼 每天进度也挺快的 老者出去买材料了还没有过来 他的女儿已经准备好了茶水 虽然工地上他也不能帮上什么忙 可是这些后勤工作还是要做的 康特一大早的时候也来过了 老者和他的女儿也能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人逢喜 是精神爽 他今天过来特地和他们父女俩说了一声 他这两天都在阿祖法那里 阿祖法也说等空了的时候来拜访他们 康特和老者说 阿祖法这次建的房子也挺大的 可是他应该是资金遇到了困难 看上去已经停工好几天了 阿祖法自己在那里砌枪壁 他有好多材料都没有买 老者听康特这么一说 他说我工地这里买了很多的沙子 你现在就寓意车送过去 老者真的是用心良苦 虽然康特没有和他说 阿祖法还在生他的气 他也给康特做做面子 今天拉一车狮子过去 阿祖法总不会骂他了吧 其实阿祖法也是第一天的时候骂了他几句 他不是那种喜欢吵架的女人 昨天康特去的时候 他的态度已经缓和了 康特本来是不好意思从这里拉的 老者执意让他这么做 他也没拒绝 他还拿了一些钱给老者 老者肯定不会要的 其实他们现在建房子 用钱的地方也太多了 但是给他送点材料 还是不影响他建房子的 康特有老者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他三生有幸 这些恩情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康特那天去的时候 看到阿祖法有这么大一块低皮 真的惊讶极了 他觉得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哪知道阿祖法已经做好了 还真的是让康特刮目相看 其实他们夫妻两个都不是很物质的人 康特并没有因为这一个大房子而偷偷开心 关于房子的事情他都没有细问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 阿祖法心里还有哪些疙瘩没能解开 他不想他带着情绪生活 其实建多大一个房子对他来说不重要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心再不在一起才是关键 康特觉得阿祖法虽然说对他有点不满 可是他心里还是有他的 可能以前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 妈妈总是和他说 阿祖法从来没有爱过你 他现在已经彻底忘记你了 听了很多这样的话后 康特心里也有阴影了 所以在没有见到阿祖法的这几个月里 他也是很担心的 康特只要出来生活的话 脑子还是清醒的 就怕他和妈妈时间助长了 他是很容易被他影响情绪的 现在所有的人包括阿祖法都对康特很了解 他是一个好丈夫 也是一个好儿子 所以这个加薪饼干真的太难做了 今天康特过来的时候 老者看到他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他可能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这个四个月里他背负的压力太大了 老者和他的女儿 由衷地为他们夫妻感到高兴 以前妈妈也想让老者的女儿嫁给康特的 他并不是说看中他的人品 而是看中他们家的钱 老者的女儿当时听到这个话后又气又笑 怎么也没想到 这种离谱的事情居然还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当时就和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了 他说我觉得他们夫妻很般配 而且康特肯定会找到阿祖法的 因为这件事情康特也很尴尬 搞得他好长时间都不好意思联系老者 就是那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他 也不至于错过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现在说这些也都晚了 老者工地上的进度虽然比阿祖法那里快 因为它是一个二层的房子 估计也有可能在他们家后面完工 康特这两天在阿祖法那里忙着气墙壁 可现在他们这里建的房子和原来他们建的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请工人来干活 莫森这两天因为工作的原因 也一直没有过来 其实他要是过来能和康特见个面也好的 这样他也就知道阿祖法的丈夫已经过来了 康特也应该好好地感谢他 要不是他 他们也没有合适的地皮 康特今天来的时候 他没有提妈妈和吉尔呢 看来他们还不知道已经找到阿祖法了 虽然老者和他的女儿都想看到妈妈是一副什么表情 可是康特不告诉他们肯定是阿祖法让他这么做的 康特不提 他们父女两个肯定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康特的妈妈这两天心情极其不好 他这一大把年纪了 为了生活还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打工 可是赚了一点微薄的钱 还不够养家 更何况想买地皮呢 他要是知道 阿祖法正在建一个大房子 肯定急得要跳脚了 脸上的表情别提多扭曲了 妈妈一直认为阿祖法运气不好 嫁他们家里来后就一直不顺 把他赶走以后 他们家就能过蒸蒸日上的好生活 哪知道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到头了 以前一直说的 老天爷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你做错的事情早晚一天要受到惩罚 前两天妈妈知道 老者家盖房子心里就酸了 他吵着闹着要让康特给他建房子 哪知道他现在 根本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 妈妈也是一个好强的女人 所以他这两天都出去打工赚钱了 可是累死累活的也没赚几个 看来这件事情还是要指望他的儿子 妈妈在知道阿祖法那里的情况 估计要气死了 老者本来有空的时候 还去帮康特喂猥猫 这两天他也不过去了 他不想参与他们家的家务事 你们觉得妈妈会知道这件事吗 我们听到今天做了 这件事是喜欢的 我们有点误估计要的